娱乐的白天 一起为歌娱乐世界 娱乐的白天 娱乐一下才是终于 娱乐的白天 娱乐圈妙曲搭档 福星伯林玉伦 李维成茶路真兄弟 其实她也是一个吃货 与首男蹦合作 罗以销秀太语 她摆地卖 你很想卖 女生嫁到 高圆圆林玉成保持低调 婚礼你为了怎么样 我给她 林玉成结婚 江之树大人歌 红包大升级 我恰不会去了 我一定要比成博林大 前前排位播 Celina一秒变红娘 每每娇羞作答 要不然来看我的演唱会啊 蛮害羞的 娱乐的白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招给力不厉害的 点心面团冠名播出的娱乐 乐翻天 我是小雨君 是的 今天我们乐翻天的演播中 迎来两位嘉宾 那就是老矽谷黄百明先生 还有我们的人气新星 吴清宇小姐 欢迎两位 我是黄百明 我已经是第二期来辞咒了 大家好 我是清宇 还是有任务 就是要宣传两位的电影 那就是一部 天使高校任务 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给你 对 因为好多年前 我拍过一部叫 开心鬼放暑假 也是讲学校的 天使高校里面 也是三个小女生 她也是奔斗去争取冠军 但是不是运动 是武术 是武打 听起来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的题材 既然说到天使高校 那我觉得这里边的其中一位天使 应该就是吴清宇吧 后来是 但是片子一开始 是一个 是魔鬼 魔鬼 没有魔鬼的身材 贴使的脸蛋 对不对 大家两位也算是一对老少配来 在这个戏中 我们期待两位的表现 但是说到在我们娱乐圈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 搭配非常好的搭档 一起来看一下 娱乐圈妙区搭档 附近博 林一伦 李维 成茶路 真兄弟 在娱乐圈里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些明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 一旦成为搭档 居然也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我们东南卫视大型人文旅行真人秀节目 茶路 真兄弟 昨天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 最大明星真人秀节目 还将邀请林一伦 李维 附星博 三位明星 全程参与 三人将以自驾万里的方式重走茶路 当天两位主角林一伦 李维 两人来到现场助阵 对于这段万里真诚 两人都表示非常期待 被称为演艺圈厨神的林一伦 高超的厨艺 在这次的万里长征之路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而同位吃货的李维 则因为不会做饭 显得有点心虚 林一伦老师这个做饭特别有名 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做菜做得特别好吃 所以我听了也很开心 但关键是他问到我会不会做饭的时候 我就真不会做饭 所以我负责给他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那我也在这边答应大家 就是我让他先吃 吃完我再吃 不跟他想吃 由于拍戏的原因 附星博当天并没有来到现场 不过这段旅程 有了两位哥哥的一路照应 肯定会轻松许多了 其实他也是一个吃货 所以我想如果他也会的话 那这里边最幸福的我想就是附星博了 但是吃了我们的 就手短 那你就得干活 两个哥哥到时候怎么 这个指使弟弟 我们得好好研究 小便屏 看来附星博 只能洗刷刷啦 娱乐圈妙趣搭档 与泰国淑男BOOM合作 罗易潇秀泰语 第一轮李威 附星博三兄弟组团万里行 而罗易潇和BOOM 则互相拜师学语言 昨天电视剧爱情珠宝 在北京举行媒体见媒会 剧中演员罗易潇 不仅一人分事两绝 还有突破语言障碍 跟泰国淑男BOOM演对手戏 然后对于这次跨国合作 罗易潇感觉如何呢 非常的开心 因为也是一个挺奇特的经历的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 international的一个组 然后还有造型团队是 韩国的 所以片场 泰语 韩语 中文 英文 一个剧组里有这么多语言 想象一下鸡同压强的画面 还真是乐趣十足呢 而在发布会现场 罗易潇和BOOM 两个人打情骂俏 笑声不断 才来合作的也是相当于快 排细之余 两人还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 不如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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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样 好久不见了 小编语 泰语真是门 奇妙的语言 比如全妙趣搭档 好运笑声和黄渤又带勾 令星黄鹿放 悄悄地带走了十一元票房 而那首好运创作的去大理 被黄渤重新演绎 听说很多人已经开始收习一囊 准备去大理了 昨天好运在北京 举办了自己的白日梦 北京演唱会发布会 对于黄渤的演唱 好运又自己的一番借点 那凡天综合报道 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天使高校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听说里边 还有很多的校园题材 爱情啊 我们的黄老师再跟我们说 听说这里边还有这个 大戏很多成分 对不对 对对 因为他们为了奋斗争取冠军 所以每一个女孩都要打 但是吴谦渝呢 就是永远都是被打的一个 但是还好是被打 因为打的话我也不太行 作为谦渝的老板来说 你觉得将来如果 往打女方向发展 现在有没有签语 那绝对有 绝对有 但是现在太瘦了 太瘦了一点 还有增增肥酒吃 对对对 好那祝你这个 多多健身 多多长胖一点 对很多女明星都要瘦一点 那可以胖一点 没关系对不对 会的 会的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在娱乐圈里面 有很多恨嫁女儿 她们的心声是什么样的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大林单身好恨嫁 阿妹变哈妈 学家宁很着急 别看近来的娱乐圈 男生们纷纷抱得美如归 女神嫁作俏人妻的 可是不要忘了 圈中还有这么一瓶 黄金圣斗士 哭屁喊地 等嫁人啊 这部哈妹 学家宁昨天 要向北京出席新剧 天涯女人心的新闻发布会 只是这曾经天真无形的哈妹 如今已经升级 演续了哈妈 不得不让人感叹 严滑似水流啊 说起来 自从N年前和胡歌分手后 学家宁就一直没有 新的恋情传出 学家宁 你难道就不着急的吗 着急啊 你说呢 那没有 合作男演员太多了 小碧瓶 多才更要把握机会 挑一个最好的呀 大宁单身好恨嫁 叮当希望未来男友会做菜 与些家宁 口有一颗恨嫁的心 每点实际行动不同 聊上歌后叮当 则是大胆放花了 日前刚刚发行新专辑的 叮当来到上海 参加大宁音乐季的演出 若要说用情歌打动情侣 那对叮当来说 绝对是信手捏来了 可放到自己身上 就真的是不好说了 不说叮当专注红娘事业 那么多年了 怎么就没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呢 不知道粉丝们都很着急的吗 要会做菜 说实在的 现在没办法做一个 就是前妻 所以要如果有机会 找到男朋友 我觉得希望她很会做菜 小明明 会做菜的暖男 你在哪儿 大宁单身好恨嫁 Selina为妹妹牵线判卫博 黄旗震动师们向来就是凭借着 一股高愣的气质 游走在恨家的边缘 只是这有的时候啊 皇帝不及及派遣 结果日前任荣轩就遭遇到了 姐姐任家轩Selina的报告 称妹妹很喜欢拍帅 更不惜为她牵红线 而且我妹现在单身了 你单身吗 当然 任荣轩嘛 对任荣轩 10月25号你在干嘛 要不然来看我的演唱会啊 要不然来看我的演唱会啊 哎呦 这主动腰约的镜头 看来不穿下这一搭 还是很有希望的嘛 不知道任荣轩 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呢 蛮害羞的 就是没想到自己已经到了 需要姐姐做媒人的这个年纪了 她是我小时候的 也不算小时候啦 就学生时期的偶像 小明明 就将是粉丝 拿下偶像的一页吗 乐饭店综合报道 当然了 最近的娱乐圈也是盛行 这个结婚潮 也说的是喜事 喜事我觉得跟黄迈梅老师 太大嘎了 因为拍了很多一系列 喜事的电影了 我记得他喜欢帅哥 所以我在这个戏里面 安排一个帅哥 跟他演对手 这个徐静希 那这样会不会 他自己的男朋友会不会太心呢 不会 因为其实我 我认识他另外一半了 所以OK 那我刚才也说了 婚姻的问题 还要问一下 虽然现在还是很年轻 对不对 但是婚姻来说 毕竟是人生 一定要经历的过程 你对你婚姻 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 一定要经历的阶段 但是现在的话 是有点太小了 有时候缘分来了 你挡也挡不住 对吧 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千语 毕竟还是年轻 毕竟还是年轻 反正能到四十岁就四十 能到四十岁就四十 好了开玩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娱乐圈其他的新闻吧 女生想到婚期将近 四十岁 伊能静传怀孕 年轻娱乐圈的女神们 仿佛是一起下定了决心 要把自己嫁出去 前不久刚刚接受了 男友秦浩求婚的伊能静 近来就分外受人关注 近日有消息称 伊能静已死 因为怀孕而退出 某节目的录制 各有爆料声称 作为四十五岁高龄的产妇 伊能静在几个月前 就计划为小十岁的 未婚夫秦浩生二胎了 不过这消息是否属实 当然还得问问当事人了 不知是小红还是故意 昨天在秦浩新片 一银的发布会上 他就被主持人 问到了深男深女的话题 这番大大方方的回应 让媒体更是相信 伊能静可能真的是 要运在身 不过秦浩并没有给媒体 在访问时确认消息 是否述时的机会 活动一结束 就匆匆离开了现场 女神嫁到 高原员林一诚 结婚保持低调 除了伊能静嫁人在即 最近娱乐圈 也是一片喜喜洋洋 女神高原员林一诚 居是好事将近 早前林一诚 一公布喜讯 十年的荧幕情侣 正元唱 就第一时间在微博送祝福 惹得网友唏嘘不已 还来直属于相情 没有真的在一起 永远是大家心中的遗憾呀 我上面想送你 都对你好事表示祝福吗 那你是不是当时 第一时间就告诉他 就该好朋友 应该跟我说 不过呢 一说到月底婚礼的细节 林一诚又开启了 平民小天后的 光环低调起来 而同样对婚礼 惜字如今的 还有高原员 昨天亮相 上海时装周 看婚纱秀 赵太太一脸洋溢的 都是幸福 眼瞅着下个月 赵又婷 与高原员就要举办婚礼 就连席帖 也在网上曝光出来 大家也想多了解一点 婚礼筹备的细节 没想到高原员 真是决心保密到家 半点都不想套路呢 想编点评 透露一点 不会怎么样了 女神嫁到 林一诚结婚 江植树 大人哥 红包大声结议 昨天电影 重生恋人在北京 举行关机发布会 真原唱王立坤 作为影片中的情侣党 一起出席活动 尽管在现场 这对全新的情侣组合 看过去相当的登对 但江植树的心中 可还是忘不了 旧爱乡情呢 这个月底 林一诚马上就要 举办婚礼了 作为多年的好友 真原唱就透露 现在的一诚 可是相当紧张哟 她蛮紧张的 因为在准备婚礼前 有非常多的琐事 因为她跟我是一个 旧的一幕情侣 所以也算是半个前女友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大理 要偷人帮我带到现场 因为工作的原因 正原唱无奈缺席 月底林一诚的婚礼 不过呢 在粉丝心中 被视为林一诚 屏幕情侣的 可不只是正原唱一个人哦 达人哥 陈柏林也同样准备了一份 丰厚的大礼包 并将亲自到场做作 不服输的正原唱 就立马强调自己 虽然身味道 但礼一定会道 这红包 一定要比陈柏林的大 我唱回去了 我一定要比陈柏林大 主要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 数字的一个红包 因为我当天没办法到现场 然后以我跟林一诚 认识十年的教情的话 这个礼应该是蛮大的 小编评 江指数 大人哥 欢迎回到 好招给你不厉害的 点心面 都要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篇 我是小鱼精一诚 是的 今天我们演播听呢 还是欢迎到两位大咖明星呢 就是黄板明先生 还有吴谦宇了 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推荐他们的新电影 叫做天使高校 那这部电影 刚刚我们在上半节也聊了很多 讲校园题材 还有讲实际的故事 但还有一点我们忽略了 我发现听说在里面 这个吴谦宇居然是倒追男生的 我在现实中我不会追男生 因为我觉得 我听回来的都是女生追男生都不长久 都不长久 所以还是男生追女生追的长久 可能老板喜欢吧 所以他故意安排这个桥段 刚刚我们讲讲这个 林峰给你身上 你对他的感觉 最重要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工作方面很努力 就是我很喜欢男生很认真的一点 他就是非常的努力 对 林峰其实拍了很多剧 在剧中肯定有跟这个很多人女生 比如说有亲密的动作 那在这一点之前会不会有事先报备过 要不然你的醋坛子会不会打翻了 报备也 他自己很主动的会讲 但是我不太介意 因为我自己也有 最近有拍一些 其他的片也有 我觉得这些方面 天也显得大方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在娱乐圈很多女明星 她们醋单子也很容易打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 对于娱乐圈的一众男女演员而言 拍个亲热戏来个大尺度 那都是家常便饭 不过对于演员们而言 对手是谁 是否尴尬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保证自己的另一半不吃醋 那才是关键 可虽然男女演员们 并持专业态度 不羞不色 但作为另一半 看到自己的先生太太 被另一个人亲一口抱一下 哪怕只是追求效果的逢场作戏 那心里难免也会有小波兰 甚至大翻大簇谈 究竟在娱乐圈谁能百促不清 而谁又是无敌促刚 咱们一看便知道了 咱们首先来检阅一下抗促达人 作为娱乐圈最著名的明星情侣 黄教主和杨颖 一直是以甜蜜世人 这长时间保持甜蜜的背后 咱们杨颖的抗促能力 可是功不可没的 去年在某节目当中 拄着拐杖的黄教主 奋不顾身的对老友赵薇 来了一个大大的公主抱 看的小编和观众是沉默结舌 虽然你俩身后的友情人尽皆知 可是黄教主 你就真的不怕杨颖和你翻脸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我跟赵薇是好朋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会有别的任何问题 所以不存在什么吃醋不吃醋的问题 看来观众朋友们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作为抗促达人 面对黄教主如此的举动 我们的杨颖天空中飘来五个字 哪得不是事 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觉得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会非常容易吸气 这件事情的问题 不仅自己摆醋不清 杨颖更是不让黄教主 吃一丁点的醋 今年年初杨颖和万人迷金秀贤 合拍广告 万人羡慕的口水直流 可我们的杨颖却为了黄教主 直接放弃了当都教授 中国导游的机会 实在叫小编佩服 当然如果你的另一半 不是像杨颖如此抗促的话 那就赶紧来学学咱们的吴谦语 是如何让凌峰吃不起醋的吧 恋着比自己小13岁的甜心美女 我们的凌公子不仅十心六胆 更曾放话要吴谦语远离亲密戏马 不过人小鬼大的吴谦语 可是有绝招的哦 赶紧来看看 他是如何安抚凌公子的吧 比如说吻戏啊 都是纪念味 所以不用你太担心 想必每个恋上少女的大叔 都是一个醋坛子吧 近来刘诗诗在电影 深夜前的五分钟中 与日本男星三浦春马 有很多的感情戏份 而为了让四爷不吃醋 昨天在北京举办的电影发布会上 三浦春马就表示 排完戏 诗诗就再也没有和自己联系过 诗诗你们俩算手吗 就是拍完戏之后会不会有联系 当然可不是每个人都像前面几位女星那么乖巧的 想当初我们爱搞怪的火花社社长刘烨和舒奇 拍摄亲密戏份的时候 就来了个先斩后奏的大狠招 就是拍跟舒奇我们俩就一些吻戏的时候 就是我就跟他讲那天拍的是那个动作场面 有爆破啊有什么的 我说太危险了就不让他去 反正拍就拍完了嘛 等到电影院看他一看 就声明指头熟饭了 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估计我们的社长回家都把搓衣板跪穿了吧 不过想要对付大醋坛 貌似先斩后奏是个屡试不爽的招数 已经在筹备婚礼的小燕子李慎 在对待家里的大醋坛李佳行的时候 采取的也是让报备随风而去的态度 我觉得报备法很奇怪 说大家都是专业的嘛 就很正常 他是报备 我有报备他不让 就那样你们看的片花那个 就我说我要不报备 别报备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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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不用报备就没事了 其实李佳行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你做厨衣我做十五 让我们一起泡在醋缸里吧 对啊我们这边拍结婚 他们那边也在拍结婚 第一天去探他的办的时候 他就在拍吻戏 还是水下吻戏 是哭着跑出片场的 突然我跑出去了 那我们得加一场 我们得加一场较威亚吻戏 哎小编实在不愿想象 李佳行抱着醋坛在深夜哭泣的画面 可话又说回来 被自己女朋友调戏调戏也还算是好运 要是被导演故意捉弄 想必行中的怒火 就算是洪水也灭不了了吧 今年三月刚刚完婚的行男 演艺宽其实也是一个大促残 面对老婆杜若曦的吻戏 本想演不见为敬的宽哥 却无辜的被导演戏耍了一把 那个是比较可怕的 就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个 爱人跟别人拍那个吻戏的时候 是简直是 所以我故意回避了 但是那时候没想到 我回避了七八个小时回来 他导演还等着我回来 然后就拍那场戏 当代你进去哪 导演调皮 故意打翻演艺宽的醋毯子 固然不好 可是小编说 各位男女演员的另一半 这抗凑能力 还是要多加练习的 要知道观众眼里 过靶影的亲热戏 其实也体现着 演员们的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 不管是亲密戏 还是大尺度 能出好作品才是真 最后还是那句话 欢迎到玻璃海大点心面娱乐 显微景环节 在这环节当中 只要您答对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 那昨天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桂轮美了 恭喜一下的微博网友 获得有好巧克力 玻璃海大点心面 提供大礼包一份 好的就是我们送出的 杨宗伟亲笔签名的CD一张 以及我们还有送给大家的 霍尊 10月25号 南京不插电的 演唱会门票两张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做出这个首饰的人 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饭店的 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好巧克力 玻璃海大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好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 五一的亲笔签名的写真几本 但还要提醒大家一声 只要您参与到 我们的微博 或是微信的活动当中 就有机会获得 10月25号 霍尊在南京所举行的 不插电演唱会 我们看大家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学时间 我们继续将会在 娱乐和翻天